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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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INDY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真的等超級久 等了一個快一個月的 小女友友嘉欽谷的 應援棒 本來我3月底的時候訂 然後他說4月7號的時候會出貨 但是呢 因為就是可能 廠商出貨的問題 再加上就是小女友的玻璃珠 應援棒是裡面有水的材質 所以就加重了他運送上的困難度 我這次訂購的店家 一樣是韓代完童的 這個代購店家 那他一樣就是一如既往的 他的處理態度非常的好 就是他從頭到尾都不斷的有用 更新Google表單的方式 還有就是寄Email來跟 客戶保持聯絡 讓就是客戶心裡會有一種比較安心的感覺 因為畢竟你是先匯款給他 他才開始出貨的嘛 所以呢就是你東西還沒收到之前 你一定是選擇一顆心在那邊 那我覺得他們就是有做到說 就是尊重你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次雖然讓我等了快要一個月 但是我覺得就是還蠻值得 我上次有看過我 在開箱那個 17的應援棒的影片的話就知道 韓代完童他們的包裝 都是非常的用心 就是會 這麼小的一個應援棒 他會用這麼大的箱子去好好的包覆他 好好的包覆他 不要讓他說要轉機 所以這次我就是收到之後 我就是非常的期待 那現在我們馬上就來開箱看看吧 他透明的那個殼啊 已經可以看到他裡面的樣子了 感覺就超美的 我現在馬上就來把這個 泡泡子打開給大家看看 這殼外面也太漂亮了吧 你看 很有質感耶 就是 他跟那個小時期的那個包裝又不太一樣的感覺 就是 17他們的包裝啊 是比較紙盒的那種 然後 Gfriend他們的是就是塑膠 塑膠的包裝 然後 這種塑膠的感覺就是 有那種 就是有點像我們買甜點的那種 玻璃罩的那種感覺 他在上面啊 印每個成員的名字一排在這邊 印圓棒是透明的 然後所以中間這邊就是也是用透明的 就是框來呼應 然後上下都是用白色 然後 Logo的部分是用這次 The Awakening 就是第四張 迷你專輯的Logo 嗯 有在追 有在追Gfriend的人應該都知道 就是他們每換一張專輯 他們Logo就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小型的經紀公司 但是 裡面的人 就是我之前看報導說 是從SM出來的 我覺得可能 嗯 有經驗 然後又聚集了很多 就是好的人才 好的設計人才 好的經紀人才 所以呢 才會讓他們 就是雖然是小公司 但是可以創造出這樣的奇蹟 就是 從他們的產品包裝上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非常的用心 正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就是 又在清古寺的字 跟它的Logo 從上面打開之後啊 有一個小的 小的信封 把它打開來看看 我把它撕破 我把它撕破 哇 它裡面送的是 就是 Gfriend的小 小 就是Gfriend的照片小卡耶 而且是新的照片 就是 喔 它不是特地照的耶 對啊 是特地照的小卡 所以它是很像 有一個小的 所以它是很像 在信封裡面放了說明書 還有就是六張小卡 我太知道應該要怎麼稱呼它 就是 Official Official Light Stick 但是 它好像沒有 就是像 C-Bone一樣有一個 藝名之類的 喔 它有一個重量喔 就是 跟一般的硬圓棒比起來 它有重量 因為它裡面是有水的 它真的超美的耶 不是我在說 欸它真的超級漂亮 我覺得 就是正面的話 這邊是有 就是 嗯 這個算 就是 波浪型 然後 這個地方我猜它應該是會發光 然後 然後 在 就是 後面的部分的話是按鍵 按鍵的話 上面也有一個G的圖案 它上面的話就是一個玻璃珠 然後玻璃珠裡面的話 是裝水跟 就是小亮片 就它有點結合了 就是玻璃珠跟 那個 就是 時間流逝的那張專輯 雪花紛飛的感覺 就是還滿漂亮的 上面這個 白色的地方 它是做傾斜的設計 就沒有完全是正的在上面 中間的那個G啊 也是透明的 亞克里 做得非常的細緻 超漂亮的 嗯 它光是這個袋子啊 就是設計比別人還要就是精巧 它這邊有個束帶 我猜這個束帶 應該是可以 就是調整它的那個 就是 手腕的粗細 然後 它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就是按扣可以這樣子打開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 應該是可以就是 替換不一樣的袋子 如果他們之後 有出不一樣的袋子的話 搞不好是可以互相替換的 跟一般的硬圓棒一樣 從下面轉開之後 裡面就一樣是這個 可以放電池的東西 那我現在就馬上把電池裝進去看看 好 現在是關折的狀態 然後它按低一下的時候 它是會就是從下面慢慢的往上 然後 從這個波浪開始 就是從下面慢慢的往上 然後最後就是打開上面 這個玻璃珠的燈光 然後它的光相較於其它的 就是硬圓棒來說 它的光非常的 就是比較偏微弱 然後是一個比較帶牙的光 但是當它的亮片是飛舞的時候呢 整個光又變得亮了 瞬間亮了起來 因為我們平常在就是 硬圓棒的時候 我們不是都會這樣這樣子搖動嗎 那我覺得設計的人 非常非常有巧思喔 就是你如果在這樣子甩的時候 它的那個亮片就會跟著 就是動起來 它的設計完全就是有貼合到 女友的出道的那個感覺 就是玻璃珠純正透明 它是經過就是努力封霜之後 變得更加的燦爛的那種感覺 對 總而言之就是我覺得 就是買到這個手燈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 從我剛剛就是一拿 就是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就是它的設計概念 還有設計的巧思都讓我非常的驚豔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個手燈 記得就是小女友好像 小女友好像六月的時候 要來台灣辦小型的演唱會 到時候如果我搶到票的話 我就可以帶著這個 超級漂亮 就是它其實關燈也蠻漂亮的 就是應援手燈 去給小女友應援拉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個缺點就是 它真的蠻重的 你就是不小心甩出去的話 打到人應該是會真的蠻痛的喔 就是可能會長包的那種痛 對 希望就是你們會喜歡今天的開箱影片 然後 嗯 就是我之後也會再 帶給大家更多的 不一樣的 多元的 KPOP的影片 然後希望你們會喜歡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是Cindy 我們下次見 掰掰